詞曲 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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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5年 拍完照的最後一天 就是要離開北極春日這個時候 因為我內心 再次除了不捨之外 還充滿了很多的感謝 然後包括大家看到我身上 很多的那種花服 在雪地裡 我們能夠穿到這麼軟的衣服 也是一箱一箱的 從國外那樣扛回來 然後搭攝影師在 就是這種極寒之下 那相機都快死掉了 然後還是脫著手套 然後每個人都很容易幫助 很多時候我其實說 我不喜歡極 不喜歡極致的一些情緒或什麼 但是我覺得極致 就是走到極間的感覺說 對我來說是這件 需要的過程 譬如說 春夏秋冬 到了嚴寒的極致之後 我們就要從新場春天開始 不像是2015年 我做了很多極限的事情 但是因為這些極限的東西 把我很多東西拉大了 所以你可以 有點像洗乾淨 然後全部騰空之後 空間拉大 你再從新一個開始 所以也想把這樣的衝勁 然後這樣的拼勁 帶給大家 好嗎? 你們可以吃到嗎? 在那邊 我做什麼 我做什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也可以使用它的魔法 We love the magic It's for you 进入魔法世界唯一的钥匙 就是相信 相信自己 相信新的一年会更好 让我把相信的魔法粉撒向你 把极光的幸福送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want to see what you see I want to see what you see Hi Hi I need to know I need to know I can't hear your speech I need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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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to know I need to know Chinese 今天很累 今天很累 开心吗 开心 目前好玩吗 目前 so far how is so far how to say you in korean you no no tong sing tong sin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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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g s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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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对于编辑的想像 就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会很有趣的是 就是可以把自己很多的兴趣放进去 然后可以去深入了解一个自己想要做的议题 就会觉得是跟自己表演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可是会觉得很有挑战 很喜欢演戏 那为什么喜欢演戏 你不怕辛苦 不怕 怕辛苦就不会到现在 那为什么呢 应该是表演这件事情吧 就是会一直扒掉很多东西 或者是一直加上我可能原本看不到自己身上有的东西 像叶大师叶老师他就是 我觉得他的脑筋里面永远都在动 从心里他都觉得是这样吗 是那样吗 然后就是因为怀疑或者是反复的一些思考 他就会去创造出更多东西来 机器人一号 传达的健康概念就是 人是一种动物 顾名思义动物就要会动 然后运动的话他可以帮助你新陈代谢 然后他给你就是把你的邦谱打得很强 当客座编辑最开心的事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个人梦计划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其实我就是第一个接的就是 采访的对象是郑盛 然后他其实是我非常欣赏的演员 然后所以我就一直想办法接近他 I just keep following you 可以说一句中文吗 就是Mika 长是一个一直很想要找到很多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人吗 我访问就是全传实话的时候 我就会我就会问他说 是生命中有什么东西影响他去 去喜欢拍照这件事情 然后他自己的对于摄影的观点是什么 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也都会再反过来刺激 我去思考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要感到很不容易 应该是标准的 非常感受得很 потому 那个 coworkers 我不想去拍攝影師 但我认为拍攝影师 我不喜欢拍攝影师 運動對我自己的意義應該是 它讓我找到了一個人的力量 然後那個力量是 就是感覺我只要一直在運動的時候 我做什麼事情我都不會被打敗 就算有遇到很多挫折的時候 我都可以藉由運動去把那些不舒服的感受消除掉 所以我覺得它讓我的精神力量變得更強大 然後像是陳可欣導演 陳可欣導演也是我一直都很喜歡的 棒很棒的導演 因為它的故事我覺得非常的細膩 然後就是我就會很想瞭解說 這個導演他到底是經歷過什麼 或者是他看事情的觀點是什麼 嗨 大家好 我無言見大家 因為我是很不認真 最近很忙沒有好好做客 做幾天在上去 嗨 如果有一台時尚販賣機 我會想要暗出時尚的氣氛 也就是我可能想要選舞台 然後選顏色 選燈光 然後選酒 然後選很多男模特兒跟女模特兒 跟很多不同品牌的衣服 然後一點之後全部set出來之後 我就置身在那個仙境 一百個明星或者一百個主持人 另外九一九的就是跟你不一樣 然後他們也都得到了巨大的成功跟肯定 所以到底這件事情是 剛好哥我覺得是問他的人格特質 然後因為我看到的他跟 就是他自己形容的他是有一個 也小小的落差 他覺得自己是退在後面有一種冷酷的那個心態 這次做客座編輯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就會用很多問題是跟從演員的立場去問 因為我覺得會跟一般的編輯比較不一樣 其實各行各業其實都這樣子 不管是做美食或者是演好戲 或者是導演 或者是主持人 就是在採訪過程當中我發現 任何一個人要成功 就是他們一定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在裡面 然後還有他們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 我覺得這個很棒